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其实都没有得到更多的科学证实 就算是最著名的爬行生物来说 科学家经过分析也只是认为 很可能与冥王星与地球极其相似的独特地貌有关 根据新视野号2015年对冥王星飞跃 所收集数据的最新分析表明 冥王星上有类似地球的雪山和甲丸冰制成的冰川的潜力的证据 我们都知道当冬季的降临 地球的山峰也被冰雪覆盖 而冥王星的景象看起来似乎与距离太阳32亿英里远的地球山脉景象并无二致 2020年10月13号 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一篇论文描述了冥王星 该研究的作者提出 冥王星东部地区的存在着一些雪顶 与陆地上的高山景观惊人的相似 伯特兰是美国宇航局爱慕斯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 也解释了研究团队如何夺出冥王星与地球相似的结论 他们分析了从冥王星表面获取的光谱 通过实验室的模型拟合这些光谱 从而了解表面的成分 这其实并不是第一次从新视野号的数据中 发现冥王星表面的冰质 早在2017年就有天文杂志报道了 在冥王星的塔塔鲁斯多尔萨区域发现了冰气星 而这冰气星是由冻结的甲丸和弹组成的锯齿状尖顶 然而这一新发现是迄今为止 我们所获得的最完整的地貌图像 也与地球地貌如此相似 虽然皮加费塔和爱尔卡诺蒙特斯的冰山峰 看上去与地球的雪山相似 而在冥王星上形成冰的过程 与在地球上形成冰的过程截然相反 随着时间的流逝 积雪形成了地球上的冰川和冰源 海拔越高地球温度越低 因此高耸的山峰保持寒冷 积雪成冰 而在冥王星上 大气层稀薄表面始终保持寒冷 当太阳温暖它稀薄的大气层时 温度反而会随着海拔的升高而升高 冥王星上的冰不是由水形成的 而是由冻结的甲丸气体形成的 冥王星不具备地球上的天气条件 所以它既不下雪也不刮风 冥王星的冰不是来自雪 而是由甲丸霜形成的 甲丸霜是水蒸气直接凝结而成的 在温暖高海拔区域 冥王星的大气含有更多的气态甲丸 这是气体直接饱和并冻结在足够高的山顶 从而形成富含甲丸的区域 当甲丸霜在冥王星的高峰上积聚时 很可能会积聚成耗石的冰 就像地球上的积雪一样 但在地球上冰是会融化的 而在冥王星唯一能分解冰的因素是升华 即一种物质 在这种情况下 很可能是甲丸直接从固态变为气态的过程 目前尚不清楚冥王星山冰的雀气厚度 但很可能累积的冰比升华的冰多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冥王星表面有平原 山脉以及大量水冰组成 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因为冥王星的极低温导致了原本在冥王星 大气层中的氮气结成了冰落在冥王星表面 但您不要认为最上面的是氮 与您想象的相反 氮冰反而在水冰以下 在冥王星长期的演化过程中 淡冰逐渐覆盖在水冰以下 也就非常正常了 科学家推测冥王星上 可能有厚厚的甲丸冰层 但是它们能像地球上冰川那样移动吗 在重力作用下 地球上的冰川会被触发滑动 从而形成冰川 冥王星上的厚冰要符合冰川的标准 就需要发生相同的下坡运动 一定质量的冰才能触发下坡运动 而冥王星的条件极有可能使这积累过程变得缓慢 尽管目前尚不清楚皮加费塔和爱尔卡诺 蒙特斯区域甲丸冰的当前厚度 但行星科学研究所的资深科学家 杰弗里卡格尔估计在冥王星仅是地球引力的6%的低引力作用下 冰需要大约100米厚度才能被触发下坡流动 也就是说在冥王星上 累计的冰层长时间覆盖在星球表面 冥王星年可能会增加5毫米的甲丸冰 要形成100米厚的甲丸冰川 大约需要2万冥王星年 在地球上约500万地球年的时间与之相反 在地球上短短100年的时间里 就可以积累起足够形成冰川的降雪量 但冥王星的冰层还有一个鲜明特征 会动 我们都知道正常情况下 两者都不会相互错动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寒冷表面之下 冥王星内部却并不会冷 这是引力坍缩能 以及与卡戎卫星相互的潮汐引力所引起的 而氮冰的融化与升华条件要比水冰低得多 所以覆盖在水冰以下的氮冰成为液氮或者气态 成了冥王星表面物体的运动润滑剂 如果在表面有一定的坡度 那么很明显这个将会缓慢地滑动 而在这之前 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滑行了多少年 甚至以一年为单位 尽管在冥王星上形成冰川 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但是伯特兰和卡戈尔都认为 这颗矮行星上可能确实存在冰川 天文学家卡戈尔表示 在宇宙和我们所处的太阳系中 以某种化学形式发生的冰川作用 可能并不罕见 冰川作用会使大量 由大气输送而来的冰器物 在重力作用下流动 如果冥王星存在冰川的话 这将不是第一例被发现的外星冰川 美国宇航局早在十多年前 就发现了火星上存在冰川的证据 火星离地球更近 人们对它的地表外貌和地理位置了解的更多 火星在地球人的想象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 红色星球和火星人的故事 多年来一直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此外皮加菲塔和埃尔卡诺蒙特斯 在关于冥王星的研究发现中提出了一个新观点 距地球遥远的西外行星 可能仍与我们的母星有一些相似的特征 冥王星处在离太阳系的最远的位置 在新地平线号任务之前 人们对冥王星的表面指之甚少 随着新地平线号传回的冥王星的山脉图像 让人联想到洛基山脉或喜马拉雅山脉 这次飞船新事业号已经飞行了9.5年 然而冥王星的对地距离远不止于此 那么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视频内容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到视频下方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